發生了一個資訊安全的事件 其實我們可以分析它 發生了一個事件 這是使用攻擊者 這個是攻擊的目標 攻擊者可能會用一些工具 找到你的弱點 比較衰弱,比較弱的地方 然後他採取一些 動作,Action 針對他的目標 然後 產生了 一些沒有被授權的 沒有被授權的這些結果 然後達到他的目的 攻擊者希望達到他的目的 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資安事件 攻擊者有什麼呢?有哪些人呢? 駭客 不只是駭客 有很多人都有可能 有些城市恐怖分子 他也是有攻擊者 各種不同的 都有可能不同的這種攻擊者 或是這個 這個專門的犯罪者 職業犯罪者 等等 他們都是攻擊者 那他目的 目的不一定 有的目的只是產生 傷害 對不對? 有的目的是想要賺錢 然後他做攻擊的目的是賺錢 有的目的是 想要出名 為名為利 都有了 有的是只是為了這個 他自我的挑戰 所以這個各種 攻擊者有不同的目的 所以 總共的目的這個我們看這是一個 資安事件 一個資安事件裡面可能分成好多個攻擊 好多一個世界裡面 那很多攻擊從 從這個 用他用工具 然後達到這個 unauthorized result 那工具有什麼? 工具有非常的 也是非常多 我們不一的 看了 就工具裡面 有沒有軟體工具 硬體工具 或是他拿個炸彈 也是他的工具 然後做一些 最後做了一個這個 沒有達到沒有這個被授權的這個結果 那 他的工具是針對什麼來攻擊的 根據這個 針對著弱點 弱點就是比較弱的這個地方 那這弱點在哪裡? 弱點不一定 弱點有的時候 弱點各種不同的 我們像大家 做專題 你們設計的出來一個任何 不管手環還是什麼各種不同的東西 或是一個軟體 硬體 那你的弱點是在哪裡? 弱點 其實 弱點可能在任何地方 可是這邊的弱點 弱點可能在設計的時候呢 就沒有考慮到安全 在設計的時候就有弱點 那有可能是在這個 實作的時候呢 有弱點 有可能是在什麼 configuration 是在你 真正的要 要去這個 要上線的時候 上線 上線前 然後呢 你要 你在自己家裡 run 在自己家裡在做都非常的順 但是呢 我要把它去 送到線上去要執行的時候呢 你沒有做好這個 部署配備 沒有做好configuration 然後呢 就 找到弱點 所以在設計的時候 或是在這個 真正在 執行的時候 在實作的時候 或是在 你最後的這個 部署到真實的這個 環境的時候呢 都可能有弱點 所以 事實上這個弱點 各佔三分之一 如果就資訊系統來講 設計的 實作的 還有這個 部署的弱點 大概都各佔 你可以大略想成 各佔三分之一 針對弱點做什麼 可以做很多啦 針對弱點 我們可以去探測 可以去這個 針對弱點 去 我們去偷窺他 對不對 可以去複製他 可以去讀取他的資料 可以去修改他 刪除他 或是 繞過他 繞過 這個各種不同都可能 所以你針對弱點 有不同的動作 那你的目標可能是什麼呢 目標當然很多啦 可能是一個帳號 或可能是一個 某一個data 可能是某個元件 或某個電腦 某個網路 都有可能 或是某個正在執行的這個程式 所以 所以你就看 所以這個安全的這個部分 Security Taxonomy Taxonomy就是這個 我們這個所謂的 分類系統 我們在 這個 安全的分類系統裡面呢 是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這個排列組合的 那可以排成 一大堆的這個 可能 好 那這個 這個就是 安全的 那 那你想想看 安全這樣 一看起來大家覺得 還蠻複雜的 就 如果我們這安全 以前沒有在雲端的話呢 我們就在自己家裡的這個 電腦機房啊 我們就要注意到這些安全的這個 事件 大概是屬於哪一類 要避免這些安全事件發生 避免這個 Security Incident發生 但如果是 在雲端的話呢 那在雲端他就要注意 要把這些東西 要幫我們 take care 好 我們上次有特別談 雲端安全其實是 很困難 很重要的一個 另外如果在access的時候呢 通常我們說 我們要去access 就是說我們去要 存取一個資料 在這網路上面 在雲端或在任何地方 我們抓一筆資料的話呢 那通常我們說在存取資料的時候 有一個所謂的 AAA的 access security 那AAA是什麼 三個A 如果你去過國外 去美國的話 你可能會聽到 會聽過AAA啦 那是一個 那是一個保險 就是汽車的保險 在去旅遊的時候 常常有人會保 這個AAA 但這邊不是那個AAA 這邊這個AAA是三個 跟安全有關的keyword 第一個 A是什麼呢 是authentication 第二個A是authorization 第三個A是accounting 這三個A很重要 這三個都跟安全有關 我們一個一個看 authentication authentication 這個叫做認證 什麼叫認證 你拿出身份證來 你去辦什麼事情 拿出身份證來 拿出你的駕照出來 那個就是一個認證 在實體世界 我們拿著認證 那你在虛擬世界 你怎麼樣進入Facebook 你給帳號密碼 帳號密碼 就是虛擬世界的一種認證 但是虛擬世界的認證 是不是就只有帳號密碼 帳號密碼其實不是一個最好的 一個 認證方法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這個 認證方法 所以呢 那 但是認證 你要證明說你就是你 帳號密碼 是其中的一種方式 有很多的不同方式 等一下我們後面會再看一下這個 我們可以用 用 所謂的 所謂數位簽名 等等 方式來做認證 認證完進入到一個服務裡面去以後呢 第二個很重要的就是 authentication 我認證了 你就是你的 證明你就是你 你不是網路上面 因為網路上面 網路上的認證比實體的認證更重要 因為實體認證我們人看到人了 對不對 我拿出個證件來證明我是我 那這個就 實體世界可以認證 網路上面 我 在雅富拍賣上面買一個什麼樣東西 那你用郵寄的 可能我們這一輩子 我們不會再見面 見面也不知道是誰 所以 所以網路上面認證就是 你要提出證明說你就是你 就是你自己 那這個是 那當 但如果一個服務的話呢 我們進入 我們認證完以後 進入這個服務以後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個A 就是 authentication 授權 那授權什麼呢 授權就是 呃 就是說你 你到底可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你進入了這個服務 那你可不可以 答應做這個事情 在Facebook裡面 像在Facebook 大家比較熟悉Facebook 那你可以做很多的權限設定 對不對 我不想讓老師看到什麼 好像今天我們那個 大學部專題 Meeting的時候 這個大學部專題 在社群裡面說 考慮要不要讓老師參加 這個 這個就是 要不要授權老師參加他們的社群 這個就是個授權 或者 我每篇文章我可以說 我要授權到 誰可以看到 誰不可以看到 我這張照片 我可以 我今天請病假 那我去外面玩了 那我這個照片放到Facebook上面去呢 最好不要授權 你要把老闆的那個 授權給他拿掉 對不對 那這個 事實上這個 在 在前幾年 美國就發生過一個案例了 就有一個人他去 他去這個 申請保險 說他的這個 因為在工作的時候受傷了 就申請保險 結果呢 保險公司就在Facebook上面找到了 他 那一天的時候 他申請保險那天他根本沒上班 他是在外面玩 Facebook上有照片 所以這個 授權你要做好 對不對 授權 像現在Facebook上授權就比較精細 蠻精細 那很多時候授權不是沒有很精細的 那就要小心 最後一個 Asses 你要存取某些資料的時候 有關 accounting 就是說你到底 要不要花錢來取得這個 取得這個資料換取這個服務 accounting 譬如說我下載一個app 對 那我要付多少錢 像這個Facebook現在也有一個功能叫推廣 對 推廣一次 像我自己就試過推廣一些東西 推廣一次呢 你要付 3塊錢 不是3塊 3塊 台幣103塊 104塊 3塊錢美金 2塊9毛錢美金 3塊錢美金 那這個 那這個都要記錄 accounting 到底 我到底要取得這個資料 或者我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那我要付多少錢 然後說 那我直接付錢就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要記下來的 將來等一下我們要做 我未來要做這個 進一步的 如果發生了一些安全事件 或是發生了 一些這個 你要做更進一步的應用的時候呢 那這些資料都很很寶貴的 Triple A都很寶貴 那些資料都很寶貴